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公子 请 都服用过阮金桑了 何必多此一举呢 得罪魔鬼 走 走 王爷 故土已然毁了 顾剑 也不必留了 应该回到他主人的身边 元班人马 哪还有什么元班人马 允兴远赴边疆 青鸾自已而亡 岂也遭你真杀 九霄战死路程 那间院里 就只剩下你我了 回到那个落满繁花的小院 一回头 你就站在孤王的身边 只剩下你我二人 孤王 也不想再计较了 你回来帮我吧 过去一年多的事 咱们一笔勾销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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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孤王曾经以为你死了也好 七巧三秋钉没有手脚可做 只是换了种方法 将七颗钉子 每隔三个月钉下去一颗 让它渐渐长在肉里 与血脉融合在一起 这样便可渐渐适应 断筋结脉之骨 即便立刻完形 也不会变成不能说不能动的烂肉 武功也还剩下几成 为什么 你若想叛离本王 七巧三秋钉之行 是我立下的规矩 那些陪我出生若死的兄弟 也是这么做的 如果我一人立了歪 九泉之下 我对得起谁 九霄的死是个意外 那我四季山庄七十九个兄弟呢 也是意外 刀剑无眼 生死有命 你倒推得挺干净啊 你想为这个暗室引进一丝天光 而且 孤王马上就要把这个腐朽的乱世 烧成灰烬 你怎么能缺席 那韩英呢 他算什么东西 一个低贱的陛下的孤儿奴隶 尽管在本王面前卖弄 他难道不是苍生 他才二十二岁 十年来 为了你的人间正道 死了多少人 该死的 不该死的 王爷 子舒已经不是十六岁的少年郎了 你说的太平盛世 我也看不见你 你